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 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国家选择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站在国际正义一边 做出符合本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的正确决断 我想强调的是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中国政府从来不拿原则做交易 台湾民进党当局罔顾历史大事 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 千方百计图谋拓展所谓国际空间 从事台独分裂行径 是没有任何出路的 注定以失败告终